你現在看到的這間歐洲鄉村伴牧師建築 叫做屏東火車頭 給老鄉民來看 哎唷 那時候就有車接送 旁邊有腳踏車給你好好擺腳踏車 另外還有駕破的油湯 唉唷 真假 1923年 日本宏太住育人 暫時把屏東火車頭損失 火車頭的頂面是一個背心勢的屋頂 充滿了南國風情 但是在1961年 現在呢 實在是想不到 既然日本人的你要把它把它把它拿掉 不然你也去便宜好嗎 聽說鐵路高架化後 前幾檔就要把它把它拿掉了 好了啦 這樣好可惜唷 人情的研究 1912年到屏東就開始一定有電力開通 所以起車為1925年就一定可以塞到離港期了 到1929年呢 哇 一定到行春了 真可惜這個木造的火車頭 如果是可以漏下來 這樣 我現在如果是回到我的故鄉屏東 就感覺說 哎唷 這麼漂亮 謝謝收看